谁是包公 据说仁宗皇帝出生以后就哭个不停 哭是有原因的 未来的皇帝知道执政不义 是啊 契丹所要无矣 西夏悄然兴起 越南人还会进入广西 因此小家伙很不愿意来到这人世间 做什么大宋天子 此事终于惊动天庭 派太白金星来解决问题 这也并不奇怪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 玉皇大帝原本就是仁宗的父亲真宗弄出来 岂能不管 太白金星则化身为老头 走进宫里抱起婴儿 在他耳边说了八个字 孩子就不哭了 他说的是 文有文取 无有无取 原来 玉皇大帝为了报答真宗的供奉 已经安排了两座星辰下凡 辅佐人宗 文取星是包拯 无取星是狄青 这虽然是民间传说 却不妨碍我们通过他俩发现问题 没错 这两个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 就说包拯吧 他的名字在华人世界可谓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 就连从来不读书的也知道 戏文里包龙徒打坐在开封府 意味着什么 那一定是要主持公道 为民申冤 龙徒阁直学士包拯 在民众心中是明镜高悬 执法如山的象征 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据正史记载 包拯全支开封府时 曾大开正门 民众但有冤情 可以直接上堂控诉 办事人员做不了手脚 一贯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 和地痞流氓 纷纷收手 没人敢来说情 红包也送不出去 当时的流行语 把行贿请托 叫做打通关节 民间的谚语则是 官节不到 有阎罗包老 包公比阎王爷 还铁面无私 也有人说 包拯比黄河水还轻 清官包拯 似乎也明察秋毫 他担任天长支县时 某农民投诉 不知是谁 割了他家牛舌头 包拯对他说 回去把牛杀了卖掉 没过多久 就有人来举报那农民 私自杀牛 包拯说 割他家牛舌头的 就是你吧 那人魂飞魄散 当场认罪 这就是洞悉人心了 因为按照大宋刑律 私自杀牛是犯法的 没有舌头的牛 无法存活 只能杀了卖掉 因此割人家的牛舌头 一定是想栽赃陷害 包拯这样处理 便既能让罪犯自投罗网 也能让农民 多少弥补一点损失 好官 确实是好官 可惜正史的记载 只有这一例 民间传说和戏曲里的故事 则基本上都不靠谱 三口闸刀更是子虚乌有 宋代任何官员 都没有先斩后奏的特权 更没有什么上方宝剑 要制造冤假错案 也极为不易 因为两宋的司法 可谓制度计健全 执行以严格 法治建设的成就 在中华帝国史上 堪称一绝 既超过了之前的秦汉唐 更超过了之后的原明清 先说抓人 宋代的缉补机构很多 现一级的是魏司 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 魏司长官叫县魏 相当于县公安局长 一般由文臣担任 个别时期和地区 用五官 此外 如派往全国各地的巡视员 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 最高法院大理寺 情报部门黄成司 以及进军司令部 也都有逮捕权 这毫不奇怪 因为维护政权 从来就是首要的 上述单位 也并不只是抓些毛贼 更重要的还是积私和防止谋反 既然如此 就不能单靠公安机关 必须让相关部门各显其能 但有权抓人的 无权审更无权判 审讯和判决 另有专门的机构 审讯叫居 读如居 定案叫验读如验 所以审讯机关叫居司 也叫推司 遇司 判决机关叫验司 也叫法司 卫司 推司 法司 是三个部门 分别拥有逮捕 审讯和判决 三种权力之一种 共同构成 办案权过程 这就有点像 唐代的三省制 中书出令 门下审核 上书执行 每个部门 都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 这种将一个流程 分为三段 然后各司其职的制度 无疑是为了防止决策错误 和以权谋私 只不过唐代用于行政 宋代用于司法 那就再来看 击捕之后的审判 一般案件的审理 在县 原则之一是重证据 亲口供 仁宗家幼年间 护县县民 某甲 借哥哥某椅房子住 在地下挖出了铜钱 某椅的儿子某炳 声称那铜钱是父亲埋的 到县衙起诉 主张权力 此事死无对证 知县左右为难 不知该怎么判 后来成为北宋理学 奠基者之一的陈浩 当时正好担任护县主部 相当于县政府秘书长 于是他接过案子 询问原告 你父亲埋铜钱 是在什么时候 某炳达 四十年前 陈浩当庭出示证据说 我朝钱币流通于市面 一般不过六年左右 之后便使用新钱 这些挖出的铜钱 铸造时间 却在你父亲埋钱的好几十年前 请问作何解释 某炳不得不承认 是妄诉 当然 程浩审理的是一桩民事案 如果是刑事案 则不但要中证据 而且要中程序 按照制度 击捕部门 抓住犯罪嫌疑人以后 自己是不能定罪的 必须交给审讯机关 审讯机关 至少要设立两个法庭 审讯两次 一审 验明证身 核定证据 录下口供等等 叫推刊 二审接到案卷 必须从头到尾 重新再问一遍 叫陆问 也叫律问 律求 宋代司法 高度重视二审 如果是州府一级的二审 必须到临州 戒掉法官 如果是死刑案 必须由政府长官 会同其他官员 集体训问 叫聚录 如果二审在京师 则由御史台 派人审理 二审法官 还必须向被告宣布 你有权喊冤 事实证明 这很有必要 人宗时期 洪州破获一起纵火案 犯罪嫌疑人 在一审 供认不讳 二审法官张义 却不肯轻信 他问被告 你是如何作案的 被告答 用瓦罐装着火种 点燃竹子放火 张义问 你的作案工具呢 被告答 埋在某处 张义前往查看 果然发现了这两样东西 张义说 纵火发生在三年前 瓦罐和竹子 却是崭新的 不可以吗 结果查明 这是一起冤案 冤案是如何制造的 主谋和邪从都是谁 他们后来受到了 怎样的惩罚 对不起 没有记载 但可以肯定 按照宋代司法制度 那位一审法官 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二审如果没有发现问题 被告也不喊冤 就交给判决机关定验 程序则有四道 先由一位法官 找出适用法律 叫减法 再由另一位法官 写出判词 叫拟判 然后再由同级官员 组成何议庭 审核 最后由长官认可 签署判决书 在上述过程中 推刊 录问 和检法的官员 是绝对不能见面的 如果见面 各打八十大板 被告不服判决 三年之内都可以上诉 临刑时 如果本人或家属喊冤 则要另派法官重审 人犯享有的法定翻案权 被送三次 难送五次 太宗皇帝 就亲自受理过这样的案子 击鼓鸣冤的是 开封市民 王元吉之妻 元吉被诬告 毒死继母 入狱后 驱打成招 此案由于陛下 亲任大法官 很快就查明真相 主审法官和 做伪证的法医 受到处分 直接责任人 则被带到狱前 皇帝说 你是怎么刑讯逼供的 在你身上也来一遍吧 结果那家伙刚一受刑 便鬼哭狼嚎 于是太宗对宰相们说 京城尚且如此 何况周县 他还说 朕恨不能侵决四方之欲 事实上 这位皇帝平反的错案 恐怕不比包拯少 更难得的是 赵宋官家清醒地意识到 司法公正才能得人心 得人心才能治天下 因此下决心 健全法治 重视程序 如此说来 太宗之后 该没有冤情了吧 对不起 有的 狄青之死就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